八正途 杜甫 公盖三分国 明臣八正途 江流石不转 遗恨失脱雾 公盖三分国 明臣八正途 公盖三分国 明臣八正途 江流石不转 遗恨失脱雾 江流石不转 遗恨失脱雾 诸葛亮确立了三国并存的局面 并且创制八正途 声名显赫 多少年来 江水冲击八正途的石堆 悲然不动 可遗憾的是 却没能吞并东吴 诗的前两句怀骨 赞额 赞额 赞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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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者在为售葛亮 同时也渗透了自己 相继垂 embry无成的一域情怀 诗人把怀骨和束淮熔为一体 浑然不分 给人一种此恨绵绵 余意不尽的感觉